人世间的情 才是这世上最冰冷 最虚幻的东西 自己是个什么东西 难道你自己不清楚吗 情这个东西 根本就不是你该沾染的 只有李泽公 才是你真正的归宿 我已经给了你一年的时间 我想你应该明白了 戴上情人皱面具吧 你依然是我 李泽公的首席弟子 未来公主之位 我仍留给你 外面那些人 谁敢多说一句 我就杀了他 这准事 四方 难道你还不能断了那些 虚妄的念想吗 行 别怪师父 逼你 刘大哥 刘亦欢就是一个叛徒 他身上的捆锁 每过一个时辰 就会下降良知 到了今夜子时 他就会掉入 身下的毒爪中 全身溃烂而死 师父 出犯宫归的是我 你要罚就应该罚我 不关刘大哥的事 放了他 刘亦欢本来就是 李泽公的罪人 他想越狱逃跑 如今被我们抓了回来 他本应该处死 不过 既然你开口为他求情 也不是没有活路 我想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他人就在凤夕殿后院中世 你若想救他 唯一的办法 就只有戴上情人咒面具 从这里走出去 我要提醒你 过了今夜子时 你就只能替他收尸了 我叫楚玄机 你是我在邵阳以外 认识的第一个好朋友 今天是你的生辰 所以我特意给你准备了售膏 零能说我们很有缘分啊 我 我是真的不知道 怎么就掉到这来了 然后 然后 我也不会飞 你到底 你干嘛 你 你衣服脏了 我给你擦擦 别 别碰我 你 你 你这个人 怎 怎么这么说话呀 对不起啊 我不是故意把你的茶水打翻的 为什么 总是你 小结巴 你很热吗 我 我没有 没有吗 没关系 我有办法绕开竹笼 不被发现 你看 用这个 这盾雷桃江 只可让一个人行雷顿之术 可我们是两个人 当成一个人不就好了 你别动 我要开始施法了 司凤 你笑嘞 你笑起来好好看啊 司凤 你的笑就像这个酒酿一样 所以我觉得你笑起来特别好看 你以后要经常笑 像这样 这样 自己是什么东西 难道你自己不清楚吗 过了今夜子时 你就只能替他收尸了 我吃起来是给你带了亮好的果干 可甜了 你在这里发贵 吃了这么甜的果干 就不会那么疼了 来 你放心 可一定会帮你找的精品 让你恢复六十 一言未定 就这么着 我梦想念尽让自己快轻轻 我梦想念尽让自己快轻轻 最后再用报纸切切细 是不能放 那四年后我们说好了 一定要一起下山闯到力量 你又吐口水 玲瓏说了 这才是最牢不可破的事 你就不会耍赖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